欢迎收看家庭园艺从林基础到达人的系列课程 我是鹰木花卉的主理人陈一木 那从这一堂课开始呢 我们将聊到植物的繁殖 这是第十一堂课 我们将讲呢植物的扦插繁殖 比如说植物呢扦插繁殖的本意含义是什么 它是通过什么样的逻辑来繁殖植物的 什么季节最适合进行扦插繁殖 以及扦插繁殖它具体的操作是什么样的 在这堂课当中呢 鹰木将通过三种植物来给大家讲解 植物扦插繁殖的繁衍方法 分别是呢 茶花 月季 以及绣球 这三种植物呢 在家庭园艺当中养的比较多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来进行扦插繁殖 那具体它们的扦插繁殖是怎么操作的呢 我们来看吧 好了那植物呢 在什么季节扦插繁殖最合适呢 大家看到这个枝条呢 是一个茶花的枝条 鹰木首先告诉大家就是扦插季节的问题 扦插季节它的内部含义是什么 是要选择一个植株 在它的生长代谢最旺盛的时候来进行扦插繁殖 这样的话它繁殖的时候 它的细胞代谢就快 这样的话呢 更容易生根 那我们要知道的是怎么去判断一个扦插植物到底有没有存活 具体的判断措施就是看它有没有生根 一旦这个扦插的植物它生根了就代表成活了 除此以外 哪怕它长再多的叶片都不一定成活 只要没有生根都没有成活 这个是判断成活 那为了能让它尽快的生根 我们应该选择什么季节呢 大家记住应该选择在夏季啊 夏季扦插植物的成活率呢 是最高的 因为夏季整个植株它代谢旺盛 生根的速度快 成活率就高 那在夏季 我们做植物扦插的时候 应该怎么去选择枝条 选择什么样的枝条 扦插的成活率更高呢 大家可以看这个茶花枝条呢 分成两个部分 仔细看的话呢 你就可以看到啊 第一个部分的话呢 是从这个节点啊 这是一个节点 这个节点后半段的枝条 大家可以看到 从这里到这里啊 这个枝条非常非常的老 您看看啊 上面的话呢 这个生褐色的斑点呢 非常的清楚啊 这是一个老枝 这个枝条呢 就是去年之前涨的枝条 而从这个节点往上走啊 浅褐色的啊 枝条整个是浅褐色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是浅褐色 这个是深褐色 那上方的这个浅褐色的呢 就是今年刚刚涨的新枝条 这个枝条是新的 因此我们在做植物扦插的时候 应该选择这边的枝条 还是选择这边的枝条呢 因为告诉大家 在夏季做扦插繁殖的时候 我们应该选择 尽可能选择当年新生的这种枝条 这种枝条 它达到的效果叫做半木质化效果 什么叫做半木质化效果呢 那这个对应的是木质化效果 完全木质化 你掰弯它试一下啊 是很难掰弯的 用很大的力气才能掰弯 而且呢没有什么韧性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枝条就是浅褐色的当年新的枝条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很软很软 那这样的枝条的话在夏季扦插的时候 承活率更高 而那种非常老的去年的枝条 在冬季扦插的时候承活率更高 但是冬季整体的承活率是不如夏季的 所以一幕还是建议呢 在夏季进行扦插繁殖 那具体我们扦插是怎么操作的呢 我将分别讲茶花 月脊和绣球 我们先看茶花 好了呢 扦插第一步是枝条的采集 我们要把这种半木质化的枝条 用枝剪呢 从基部给它剪断 好了那现在的话呢 我们来处理枝条处理方法是这样的 我们要把呢 它下方的叶片给它切掉 不要留下方的叶片啊 上方的话呢 会留两片叶出来 但是呢 留两片叶太多了 蒸腾作用比较大 下方的压力 根系的压力就会大 所以这两片叶呢 我们分别把它削成一个 三分之一左右啊 把它三分之二的叶片呢 都给它削离 只留两个三分之一的叶片 像这样 那这样的话呢 整个扦插枝条就已经处理完成了 把它插在图里就可以了 好了那我们扦插的时候 注意两个重要的知识点 第一个是扦插的角度 第二个是扦插的深度 一般来说呢 我们扦插的角度采用斜插 45度左右给它插进去 这个是最好的角度 成活率更高 第二个的话是扦插的深度 不要太深也不要太浅 一般的深度在整个枝条的 三分之一左右就可以了 因此它正确的插法是这样的啊 斜插 然后呢 三分之一左右给它插进土壤 这样就可以了 好了 接着我们来讲扦插月计的方法 选择枝条是一样的 选择当年深度新发出的嫩枝 不要选过老的枝条 我们首先呢 来修剪枝条 把枝条要插的这个插碎 给它修剪下来 现在我们来处理插碎 像这么长的一个插碎呢 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两个扦插的枝条 最下部分的这个叶片呢 我们是不要的 因为我们要插在土里 这叶片的话太多了 我们把它呢 给它切掉 好 那我们第二个修剪的位置呢 是在这个节点的位置 我们把它剪断 剪断之后呢 上方这个叶片呢 我们也不要 现在的话呢 我们就分成了一个扦插的枝条 上面有123456 有五个叶片 12345 不要那么多叶片 我们只要呢 两个叶片就够了啊 叶片太多的话 它的蒸腾压力比较大 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插碎 我们放旁边 接着我们来处理呢 第二个插碎 在插碎的这一侧的叶片呢 也不要 叶片太多 那上方的话呢 可以看到有一个很长的支点 在这个支点上 这个嫩叶 嫩芽 这个芽是不要的 接下来的话 这边叶片非常的多 我们呢 也只留两个叶片 那这样的话 就分成了一个插碎 和两个插碎 我们处理完成 好了 现在我们来处理插碎 插的方法 跟刚才是一样的 斜插的方法呢 插入一个三分之一的距离 斜插的方法 插入一个三分之一的距离 扦插完之后呢 一定是浇透水 首先不要马上的晒太阳 通风阴凉养护 等它发液之后 逐步的给光照就可以了 那我给大家展示的是 我原来扦插已经成活的 过了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 它的根系就长出这么多了 月季扦插的成活率高 而且生根率呢 非常非常的迅速 而且叶片也长出来了 根系也发出来了 这样才叫做扦插成活 好了 现在我们开始讲 绣球的一个扦插 首先选择枝条也是 选择这样的绿枝条 而不是选择后面的这个 黄枝条 看到没有 这个是木枝化的 这个是半木枝化的 我们呢 剪下一个嫩枝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处理 绣球的扦插枝条 这个枝条 我们可以把它处理成两段 分别扦插 我们呢 选择 这个是雅点 在雅点上方 一厘米处呢 给它 剪断 剪断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枝条 它有两片叶子 两片叶子是明显过多的 像刚才一样 我们把这个叶片呢 修离三分之二 只保留一个三分之一的叶片 那这个叶呢 就是一个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插碎了 在插碎的下方呢 我们把这个下方 处理成一个斜角 这样的话呢 扦插的成活率更高 第二个叶片 我们来处理一下这个啊 这个的话处理方法是这样的 上方 这个是个雅点 这是雅点 雅点上方一厘米的叶片呢 全部都不要 给它剪掉 这个是没有用的 那剩下这两个叶片 到底是一样的 只留三分之一 这个也一样 只留三分之一 好了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处理呢 得到了两个 扦插的插碎 好了 那扦插的方法也是一样的 斜角45度 然后呢 插入三分之一的距离 斜角35度呢 插入三分之一的距离 插完之后呢 这一次 我们给它呢 浇水演示一下 直接呢 给它把水分浇上去 浇透水 然后呢 通风阴凉养护就可以了 不要曝晒啊 一定要通风 好了 那这期关于植物扦插的教学 就到这里 我们下堂课再见吧 养花 看一幕就好了